附近的居民反映说这里后车亭 早期是有一个后车亭 然后呢 马路拓宽之后被拆除 那希望呢 现在马路都已经坐好了 希望呢再复原一个 有一个后车亭让他们后车 没有这雨棚 让不少后车民众频频反映 希望能把后车亭增设回来 是因为韩阳齐邀请相关单位 动场会开 指出解决办法 大香港旁边这边 金凤空的下方 然后这边呢 公车有行进这边 但是呢 一直没有后车亭 然后我们这边的民众呢 虽然搭车人数不多 但是呢 饱受风雨之苦 所以呢 我们今天会看 希望呢 由公车处来试坐后车亭 然后目前我们的结论就是 因为土地呢 属于国有土地 所以由区公所向国有产品局 取得土地同意书后 然后再由104年的 这个基层建设款向下呢 来把地坪整坪 然后由公车处来试坐后车亭 看见民众的需求 会看后做成协定 先将土地问题处理完毕 整地完后 再来设立公车亭 让后车民众 不用再日晒雨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